舞台上 老舌歌手谢采妮演唱自身遭遇 两年前确诊淋巴癌打乱了人生节奏 离爱前大家叫他正面设计师 大学时期还得过德国红点设计奖 但多次化疗 标靶治疗放射治疗造成调法 最在乎的外表改变 使他整整两个月逐步出户 一度对治疗放弃信心 对于生病的自己 就是产生价值的怀疑 就会觉得 每天在病床上休养的自己 没有什么社会价值 很像废物 然后会害怕病会好吗 还可以回去社会吗 绕神音乐成了谢采妮的出口 找来同好创作 一起练团 想办法让自己快乐 活得有承载感 把我的那些不满都写在歌里面 然后我终于找到一个出口 是当我用这种形式去讲我的不满 不会再有人去告诉我说 你不准 你不准难过 你不准愤怒 他们只会觉得说 你竟然把它变成了一首歌 你好勇敢哦 养变时期用自嘲的方式创作 养变时期用自嘲的方式创作 子惟怕打针 且采妮走出癌症阴影 不再做废人 把看来故事拍成MV 还开设矮友有嘻哈粉丝专页 写文章甚至开讲座 原来活着是有意义 而生病是一场体悟 我觉得以前生病前的我 可能会比较自大一点 我可能会觉得 是因为我很厉害 可是我觉得在生病之后 我觉得刚好相反 是因为我知道自己不足 所以我才有办法找到 同好跟愿意帮助我的人 想蛮多的自己的 对对对 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很有 组建 然后很有个人想法的人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团队就是刚组建起来 可能更多的会是 他说了什么 然后大家一起来帮忙 把那个东西给完成 但渐渐的就是 因为团队的大家 其实也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那他就会开始 就是让大家有更多的空间 去抒发自己的一些想法 癌症对矽财尼来说是破坏再重建 目前他和癌症病友组织 我们都有并社团 团队还录取第二届全国公益七年实践计划 希望病友可以抒发正能量 或者宣泄负能量 也告诉病友不管能不能痊愈 都要勇敢地活下去 所以从你开始学习 我来自承诺 我还是要过 我不费脱就算你失踪 一种人满足惊喜 我太想变局 今天烦恼 我还是无力 我来自承诺 我自承诺 我还是要过 我想牵走 看别人生的情络 我还是神冬 我还是把我打破 我来自承诺 不如一起来自承诺 我来自承诺